有人问说 我们在启动Chrome或ChromeMe的时候 它会一直在要你 解开这个钥匙圈的密码 当然你按取消 取消它可以再出来 可是毕竟这是一个麻烦 那钥匙圈是帮 大家管理 在浏览器上面 你输入 帐号密码的一个机制 如果你不想用它 怎么去处理呢 请你点选 对齐的工具列 输入密码两个字 输入密码两个字 输入密码 那你看得到 在登录这里 它是锁起来的 请你按右键解锁 还有你输入钥匙圈的密码 这里按取消就可以 这里这样没有解开 那你这个时候输入 管理者的密码 这时候就解开来 解开来之后你可以变更密码 说不定你也不知道原来设什么密码 就直接选变更密码 旧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旧密码就直接按继续 说不定它是空白的 或者你去输入管理者的密码 接下来新密码的地方 就请你 留下空白就好 就不要 不要输入 好这边就会 告诉你一个讯息 真的要选择不加密 密码吗 这样子是不安全的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机制 如果你觉得 你不需要这个机制 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把它取消掉 好这样取消掉之后 那我们再来开 空里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 不会再问 钥匙圈的密码 这样子来去解决 如果你觉得你要取消钥匙圈 可以这样一个安全机制的做 不讯钥匙好使用 进行